女主原本是个在小公司上班的社畜 因为打游戏时猝死 结果穿越到了她正在玩的那个游戏世界 而她在确定自己穿越成游戏女主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反派大小姐表白 原来这是一款姨女游戏 主线是身为平民的女主攻略同校的三位王子 期间还要跟一个反派大小姐斗智斗友 应对她时不时的欺负 可女主的性格偏偏不喜欢那几个英俊潇洒的王子 反而喜欢游戏里那个娇蛮任性的反派大小姐 还对她说出了这样的话 之后就是游戏里的情节 比如女主被大小姐推倒 她不但不生气反而这样说 就算被故意踩了脚 她反而很兴奋 课本被故意藏起来 就借机凑上去跟大小姐看同一本书 被浇了一头水 又趁机往她身上蹭 大小姐慢慢发现不对劲 这个女孩好像越被欺负就越兴奋 被欺负的人很开心 欺负人的人却哭了 身为刁蛮大小姐的她第一次感觉自己很失败 而女主却乐在其中 完全至游戏主线而不顾 就算三位王子出现在眼前 她也懒得去攻略 因为她眼里只有大小姐 这天大小姐终于摊牌了 她要利用这次考试跟女主决斗 如果女主输了就离开这个学校 而女主也趁机提出要求 如果大小姐输了就要答应她一件事 于是赌约成立 大小姐非常自信 因为这次考试的学科都是她的强项 而女主更不慌 这游戏她刷了好几遍 对里面的各种细节都非常熟悉 比如这一关比试 她想考第几名就能考第几名 因为她不光对试题滚瓜烂熟 连在场的主要人物能考多少分都清清楚 只是第二场礼仪考试她是必输的 因为身为贵族的大小姐表现得完全无可交替 魔力测试这一场女主吻名 不过为了看大小姐情绪波动 魔法实践的考试她故意放水输掉 毕竟有输有赢的比试才有意思 对于女主 大小姐真是够爆了 她半夜三更敲房门竟然只为了求爆爆 到了发成绩的这一天 女主顶了个大大的黑眼圈 大小姐还以为她是怕输了被赶出学校 所以没睡好 而女主其实根本就没睡 因为她一想到赢了以后 要让大小姐做的事情就兴奋到睡不着 首先是比试的成绩发了下来 女主第三名 大小姐第四 礼仪考试 大小姐第三 女主二十二 到了魔力测试的环节 大小姐还以为她能完胜 可女主却以无法测量的结果拿到了第一名 大小姐虽然优秀 却只有第六 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而这一切其实都在女主的掌握之中 当上贵族大小姐的贴身女服都有什么福利 第一可以趁给小姐穿衣时大宝衣服 第二帮小姐沐浴时还能上下其手 第三晚上可以进小姐的卧室公然所吻 于是在听说大小姐招聘贴身女服的消息后 女主第一时间就跑来应聘 还以最好的成绩打败了所有竞争者 来到了最后的面试环节 可见到女主后大小姐的第一句话就是 虽然大小姐很不待见女主 但女服长的意见也很重要 她甚至能驳回大小姐的反对直接录用她 于是女主又赶紧在女仆长那里刷印相符 来人是大小姐的父亲多如 帝国第三把交椅 在这个家里有绝对的权威 大小姐就趁机跟父亲撒娇 说什么都要把女主踢出去 眼见之前的福利都要泡汤 女主赶紧说出了几个关键词 多如听到后大惊失色 直接把大小姐和女仆长赶出去 独自跟女主密谈 最后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的多如 反正谈完之后她就改变了态度 清点女主为大小姐的贴身女仆 不管她怎么反对都是无效 有父亲的权威压制 大小姐也只能妥协 之后女主就过上了幸福生活 跟另一位女仆雷妮一起伺候大小姐 雷妮是跟大小姐从小一起长大的 说是女仆 更像是一位大姐姐 很多事情大小姐都听她的 唯独吃青椒这件事 大小姐有个小毛病 就是吃饭不爱吃青椒 谁说都不行 可现在女主来了 她想不吃都不行了 因为是同学的关系 女主在上课时都能贴身伺候大小姐 当然 因为女主那炽热的眼神 大小姐也是非常困扰 其实女主当上克雷雅的贴身女仆 同学也很嫉妒 因为在大小姐家 名贵的巧克力可以吃到饱 其实女主偶尔也有困人 毕竟这里是游戏世界 所以就算她偏离了鬼道 可主线还是会自动找上来 比如第一王子罗德 就因为女主在考试中的成绩太出彩 而对她心生仰慕 可她真的不爱王子 她的愿望是跟大小姐长相厮守 王子什么的请退离 这绝对是十月最好看的百合心番 女主穿越后甘愿做反派大小姐的贴身女 只要能跟心爱之人朝夕相处 成为女仆又怎样 可让人看不懂的是 女主明明喜欢大小姐 却又要把她推向别人 竟然要把大小姐跟二王子搓成一对 只因为她知道大小姐暗恋二王子 而她对大小姐的爱之深 也到了爱情的至高境界 爱她不是占有她 而是让她幸福 这高度让多少人望尘莫及 女主跟大王子下气不但输了 还装出高傲自大不服输的样子 其实她只是想建立其惹人厌的人设 让大王子讨厌她 毕竟她只想跟大小姐女蒙我蒙 可大王子却喜欢上了她想追她 为了降低她的好感 女主也只能出此下策 可偏偏大王子对她的好感度却直线上升 只因为她看出女主是不易放水 才输了这盘棋 棋艺高超还顾忌她的面子 这样的女孩怎么让她不喜欢 这边大王子打发不掉 另一边三王子又来约她们打扑克 看着被喊来凑数的米夏 女主又升起了八卦之心 因为她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 米夏跟三王子是青梅竹马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虽然米夏的家族现在没落了 可米夏仍然暗恋着三王子 女主却不知道 三王子的排局是为了她才走的 期间也是频频跟女主互动 惹得一旁的米夏醋意大发 没一会女主又看出 发牌的核冠是三王子的侍从 所以这场游戏她可以随意作弊 心里就有点小生气 眼看三王子对她的好感也在不断提升 女主只能找个借口离开 因为一旁吃醋的米夏都快黑化了 为了撮合大小姐跟二王子 女主拉着她去偷听二王子弹琴 因为这是游戏里的一段主线剧情 只要静静听完这首曲目 再走上前夸赞一下 就能获得二王子的好感 可大小姐见到二王子就沉不住气 没等曲子弹完就冲上去一阵夸赞 这下反倒适得其反 降低了二王子的好感 于是为了补救 女主提出大家一起玩一个游戏 能考验成为国王的资质 她知道二王子对当国王很伤心 这个游戏一定能把她留下 所谓的国王游戏就是参与者一起抽签 国王是二王子 她下令让二号跟三号握手 二号就是女主 三号刚好是大小姐 于是女主就开心了 第二轮的国王是雷妮 她下令让四号摸三号的头 二王子是四号 大小姐是三号 被暗恋的男神摸头 大小姐害羞的连头发都红了 第三轮的国王是女主 她更过分 直接让二号和四号亲亲 而这一把的四号是二王子 二号是大小姐 原来这都是女主设计好的 她从一开始就跟雷妮商案好了 如果她俩中有一个成了国王 另一个就用眨眼的次数 表达自己的号码数 这样国王就能反推出 二王子跟大小姐的数字 借机让她俩做一些亲密举动 虽然最后因为二王子的离开 两人没能亲上 但这也是大小姐跟二王子 走得最近的一次 事后雷妮表示她非常不紧 女主明明很喜欢大小姐 为什么还要撮合她跟别人 本以为她不会回答 结果女主答得很认真 又一次被变相表白 大小姐的脸都黑了 可她这次不但没发脾气 遇到别人说女主坏话 她竟然主动上前帮她出头 虽然被大小姐保护的感觉非常好 可女主真的不喜欢大小姐欺负别人 因为只有她才配被大小姐欺负 谁说穿越到以女游戏世界 就一定要攻略王子 女主就偏偏反其道而行 想跟反派大小姐玩贴贴 就算大小姐刚用魔法打了她 可下一秒女主就能舔着脸上前求婚 谁说嚣张跋扈的反派大小姐就没有优点 她虽然对不如自己的人以止气势 却懂得尊重比她强的人 反正在女主眼里 大小姐满身都是优点 就连缺点都那么可爱 哪怕大小姐天天以欺负女主为乐趣 但是在女主眼里那都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外人也是把两人的争够看成恋人般的大告 就算大小姐极力辩解 可是在女主的死缠乱打下 所有解释都是那么无力 其实大小姐今天针对女主 全是因为她刚刚太出风口了 一个魔法打罪标打连王子都夸她厉害 然而女主却对王子的赞扬一点都不感 两位王子凑过来 主要是想让女主加入学院骑士团 可女主对那个团体并不感了 说得好听是以骑士团为名 实际上是三大王子的粉丝团 加入就能领取王子们的写真集 大王子见女主对骑士团的兴趣缺缺 赶紧跟他列举加入其中的好处 虽然不知道女主刚刚想到了什么 但是为了不让他得适 大小姐也要报名骑士团 然后女主的幻想就变成了这样 就在这时一个学员不小心打中了一只巨型史莱姆 无辜躺枪的史莱姆当即暴灭 就在所有同学逃离的同时 女主却逆流而上 因为这是游戏的一个主线 为了等这天到来 她已经练习了很久的魔法 一个超大型土魔法控制住魔物 然后再让所有同学对她发动攻击 如雨点般的魔法 轰碎了史莱姆的半边身子 可她并没有因此死去 反而一个血之狂怒 瞬间变得比刚刚更强 无数同学被触手抓住 就连女主都没能幸免 这其实也是游戏主线的一环 女主被抓后再由王子救援 选择哪位王子救她 双方的好感度都会随之大声 可女主不爱王子 她只爱可爱地反派大小姐 于是硬生生创造出了第四个选项 虽然大小姐也被抓住了 但是因为被女主顶 她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被魔物使得住 并且跟二王子联手创造了奇迹 在女主的鼓励下 大小姐跟二王子 用风火魔法的组合剂打败了史莱姆 成为英雄的她们 也被得救的同学围了起来 然而在所有人都在公围大小姐时 女主却没有凑上去 因为她还要去捡漏 刚刚的大史莱姆 是为了保护孩子 才跟人们战斗 妈妈牺牲后 小史莱姆正躲在树下瑟瑟发抖 女主就趁机把她收为史博 回去的路上 刚好碰到大小姐跟二王子撒狗粮 两人有了一起战斗的情 好感度顿时大声 女主知道大小姐喜欢的 一直都是二王子 虽然看到她幸福她也很欣慰 但心里的酸涩还是无法忍受 真是心机表 一根小树枝就打断了大小姐的大好姻缘 也不知她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 大小姐也已经不知不觉间 被女主攻陷 竟然会第一时间离开心爱的二王子 好来关心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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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关心女主